我们今天来谈一下荷花的画法 荷花在中国花鸟画当中 也是画家们比较喜欢表现的一个体材 荷花它叶子比较大 它是在夏季开花 花朵有红色的 有白色的 很美 荷花的下边它埋在泥土里是藕 可以石 画荷花主要是取它高洁 出雾泥而不染这么一种精神 画荷花的方法一般 用颜色直接勾就像现在 也有一种呢 就是逼上保证人设或者是保证弹幕 然后直接把花形画出来 一般的这种双钩的画法比较多 在画画这个花瓣的画法比较多 每一片要归心 用颜色一般用属红 用颜色一般用属红 在艺术作品当中 荷花有花苞 有半开 有刺耳有刺耳有正 有刺耳有正 就和其他花一样 所以现在画基本形状 我们出外要到外地旅游的时候 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荷塘 要注意观察 荷花的叶子比较大 圆形 画叶的时候 有的是用墨直接剖出叶子的形状 有的先勾筋 然后再用墨 用淡墨 荷花的叶子虽然是圆形 但是要在画的时候 要尽量避免圆 要尽量避免圆 要做到圆而不圆 那些边要做到齐而不齐 不齐又齐这么一种效果 现在画的是一个刚刚出来的小艺 小艺 现在画的呢 这个是直接用墨来泼出叶子的形状 来泼出叶子的形状 一幅度 一幅作品当中可以有鲜勾筋 也可以是有用泼墨方法画的叶子 画荷花花头的时候 画荷花花头的时候 这种破墨的方法 这种破墨画的荷花的方法 画荷花核叶 要求是 逼上水分要充足 用逼要爽快 拨拉 还有一个就是画叶子的时候 要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笔 一种尖豪的抖冰 画荷梗用稍微淡一点的墨 画成以后 最后 要在藤梗上点一些小点 一般的点点用浓一点的墨 这个点就是代表的 合梗上的有一种有一种刺 花蕊的点 要用逼要松 要逸到即可 可以用摄 也可以用墨 跟摄影剧心énd比较浓 也可以用墨 提示 也可以用墨 感谢观看